同德高中日前举行毕业典礼 县长徐初华也受邀参加 并赠送毕业生文昌比 同时宣布宪府编列预算 明年推出学子出国奖出学金计划 提供南投子弟更多出国留学的机会 希望学生用心学习 提升资深国际视野和竞争力 考上了台大的同学呢 他是我们自己南投的在地的学生 然后他也告诉我说 在所有的国中的会考 他是唯一一位满分 但是是留在南投学习的孩子 那所以我想在同德呢 透过他们师资的增加 还有孩子自己的用心 也能够考取他们所想要入学的大学 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恭喜他们之外 也特别向他们宣布 县政府我们从明年开始 会有正式编列出国奖出学金 还有包括呢 我们跟美国峡谷大学 有正式的签订教育的MOU 这些对于未来孩子如果要出国学习呢 可以减轻家长的学分的负担 而且呢也可以减轻 他们出国的各种的费用 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政策 同德高中今年共有十个科别 290名学生毕业 由校长佟建文颁发毕业证书 并安排奉茶谢施礼 感谢市长们的教导 现场活动场面文心 即将毕业同学 绝对也蛮高兴的 因为呢成绩都非常辉煌 尤其我们呢技职方面呢 也有几个考上呢 技大还有张师大还有评科大 还有呢一个考到台北科大 这都是蛮优秀的 还有我们高中台大 还有呢一个是成大 这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呢正在转型中 蛮重要的推动 让他们呢有成绩 渐渐显现出来 而且让这些要学技能的呢 我们也落实 让他们学到技术 达到征兆 让他们以后出去呢 能在他们的营域上呢 发挥功能 而今年录取国立台湾大学 物理系的学生杨凯荣表示 相当感谢妈妈的支持 以及同德高中 各科老师们的细心教导 就是我非常感谢我妈妈在三年 就是不留余力的这样支持我 然后要感谢同德高中的 各位科人老师 就是在学业上 信仰把所有东西都交给 就是考到一个还不错的大学 刚刚得知就是县长 可能要扁列预算 就是要来讲述 就是南投的一些学生 可以出国留学 可以谢谢县长 就是可以就特别扁列这个预算 然后让我们就是 让一些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外面留学 然后不会再受一些高额的 一些学费所苦 然后就被挡到梦想这样 学生施全佑也感谢同德高中 老师们的指导 给予许多资源 以及英文方面的教育 未来也会持续发挥所长 进行相关的研究 首先呢 很谢谢同德高中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 拥有非常多的资源 以及英文方面的教育 未来我希望去大学 然后发挥我的所长 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 对 县长徐初华也进一步表示 为培植青年学生国际竞争力 县福推出学子出国奖助学金计划之外 也与美国加州峡谷大学 共同签署国际线上学分 学术英语课程合作备忘录 期望南投的孩子能够提早与国际接轨 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让孩子扎根在南投放眼国际 记得中军草屯采访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